作詞 Ninatta 李戬 Porque 幫你拍啊... 月子中心... 現在的只有我們兩個 B 粥克感 今天來分享一下那個 當補奶媽媽的話 一天大概都會做什麼 母奶人生啊 生完小孩之後啊 就要開始擠母奶 餵母奶 很多人說生小孩還不是最痛 最痛是什麼 脹奶 石頭奶脹到頂一頂一併石頭奶 對就是脹太久 然後就很硬 然後擠奶過程其實也蠻痛苦的 很痛苦 初期的時候會有就是 你這樣一直擠的摩擦的痛 脹奶的痛啊 然後有些給小朋友 吸 咬 你是瓶味嘛 就是擠出來用瓶子味 有的是直接 小朋友直接塞 塞著吸 然後有些人都會吸到流血 因為小朋友不太會咬 一開始 可能就用咬的 頭會痛 頭很痛 那時候超過的時候我就有試著 拉嘎吸 真的 比生小孩還痛的痛就是 脹奶跟胃奶的痛啊 這個男生應該不太了解 到底是什麼感覺 我打個比方 大概就是你可能30天都沒有考 然後就 一直脹著這樣 一直脹著 然後就不能出來這樣 出不來 然後 不會變小 不會變小 一直脹著 然後 持續好幾個月 每天24小時都這樣一直脹著 大概是那種感覺吧 應該是 就是一直脹著的感覺 應該是一直脹著的感覺 可是你的念肌可能只有這樣 可是脹奶也是這樣 兩個 對 大概是用比喻啦 你們不知道 可能反正就是很痛啊 對啊 男生也不能懂 而且一開始擠出來也沒擠 其實一開始在擠的時候 對啊一開始你可能花了半小時 一個小時 然後就 五CC 五CC算多 算多喔 你第一次只兩CC 一兩CC而已 一兩CC 一兩CC有多少嗎 你珍貴耶 你珍貴這樣 這樣 你塞牙縫的不夠 塞菜縫的牙縫不夠 小朋友一喝可能最開始的時候 十CC 就沒了 你一次才一CC 對就沒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記錄一下這個 大概一天 一整天 哺乳媽媽 擠奶媽媽 一天到底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哇哇哇哇哇 現在一次可以擠 八十CC啊 恭喜 對啊 可是現在牠 一餐要喝九十 哇 不夠 還是不太夠 糗了 糗了 哇 慢慢來 慢慢來 辛苦了 起了大概半小時才能 到八十而已 追不到牠的奶量 很羨慕那個一次可以擠很多的喔 對啊 你好 一大早的一起床在幹什麼東西 起床先擠奶 對 這個叫醒我的不是鬧鐘 也不是夢想 是脹奶 是脹奶 就是脹奶就會起來啊 對 哇第一件事就先起來擠奶 每天早上就會被脹醒 啊我昨天晚上擠不夠多 就會越早起床 就會越早起床 你可能無熱一點就痛醒了 阿姨啊 竟然還有一個困擾喔 因為都要一直低頭 對啊 這樣每集一次要三十分鐘吧 爸爸你就這樣低頭 這樣一直 一直彎腰低頭看三十分鐘 脖子都很痠 哇 一餐大概要喝兩三碗湯就對了 給你的湯一起幫你喝 然後還要喝這個 這什麼茶 發奶茶 發奶茶 因為 雞奶要多喝一點 湯湯水水的東西 比較多 比較多奶水 每天都喝超多湯的 超多湯的 今晚能哇發哇 還有喝這個茶 發奶茶 多喝一點 奶水比較多 我來給你喝 辛苦辛苦 好 再擦藥 對啊 想不到還要擦藥吧 會痛 對 一直擠奶 然後那個頭會痛 破皮 對 不管是手擠還是用機器擠 都會痛 14小時就要一次 一天一天要擠個 六次 一次都要擠半小時 頭一直磨到那個衣服都會痛 把它貼起來就好一點 欸 繼續擠 還在擠 然後就是睡前最後一擠啦 睡覺之前沒有擠 你就會痛心 對 睡覺前一定要趕快擠一擠 不然就會脹奶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要射鬧鬆 4個小時後再來 不擠的話會怎樣 發炎吧 石頭奶的發炎 乳腺就塞住然後就發炎 對啊 那是彈性 奶媽媽 奶奶媽媽的一天啊 你好 還是要起來擠啊 你好加油 欸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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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哇 新年完第一件事 擠奶 擠奶 這個半夜擠完 早上要開始痛了 對啊 來了 擠奶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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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四小時一次過很快 很快 因為擠就半小時 然後三個半小時一過 又要開始擠啊 啊 今天叫醒你的是鬧鬆嗎 是不是 是脹奶 是脹奶 辛苦辛苦 而且擠奶是 連帶公縮痛 對啊 剛生完的時候 編輯很痛 上面痛下面也痛 上面再塞 然後擠又痛 然後你就連帶影響下面 公縮 公縮 這個是沒辦法打我痛 第二胎更痛 第二胎公縮比較明顯 所以擠奶的時候 工作通常比較明顯 辛苦啊 是不是 要好好笑出媽媽 辛苦啊 現在媽長大了 媽媽叫我去買個便當 不情願 一定要去啊 你媽半夜這樣 半夜這樣擠奶為你長大呢 對啊 而且是很久 好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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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好幾年 每個媽媽有奶 奶量也不一樣 阿能餵多久不一定 我是覺得就是 能餵多久就餵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有些人好像給自己太大壓力 就是我追不上小孩子的奶奶 沒關係 還有輔助品嘛 對啊 旁邊的家人 親戚朋友 對啊 會給你說 喔 給他喝你 唉唷 唉唷 妳妹的母奶比較營養 這樣 我都沒了 我都擠沒了 希望有看影片的其他家人 也不要給媽媽太大壓力 不要太大壓力 大家一定都想餵母奶 對 如果是媽媽自己 一定會很想餵 一定會想餵 能給就給嘛 對啊 沒有就沒有啊 不然怎麼樣 但媽媽自己也要放寬心 對啊 這也是沒有母奶的代表 我是沒有的代表 我差不多前三個月都是 一餐母奶 一餐配方 不夠 因為不夠 沒辦法 因為不能說去買 對啊 有那個母乳庫啦 但他會提供給一些 比如說早餐 媽媽不在的 媽媽不在身邊的 對 所以一般人比較難申請 對啊 所以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壓力不要太大 壓力不要太大 因為妳自己也是 不是喝配方奶 純配方奶 純配方奶 可是妳都長得很健康啊 對啊 我自己覺得好像也還好 我們也沒有比別人比較不健康 對啊 蔡老貴也是蠻健康活潑的啊 對啊 然後蔡老貴就是一半一半 然後撐到了三個月 我真的沒了 沒了就是沒了 炸乾了 沒了就沒了 對啊 很多好像是 長後憂鬱症會來自於 你都沒有奶 沒有奶 真的沒關係 都沒關係啦 都很健康啊 都很健康的 這一集也是跟大家看一下 喔 真的 母奶的過程很辛苦啦 小朋友看了要好好消除媽媽 是不是 不是說 媽媽看了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對 不要太大壓力 真的 很多人 男生可能不懂 還是小朋友不懂 嗯 因為這個那麼小 母奶就隨便擠嘛 就我啦 隨便擠就有啦 不是 真的不是 沒有沒有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好啦 看完這個趕快消除父母啦 好 抱一下你媽 對 母親節要到了 對 明天母親節要到了 懂喔 好好表示一下 紅包厚一點 媽媽辛苦啦 對啊 好 最後呢 就是大家如果有什麼想要跟我們討論的 都可以底下留言 經驗分享也可以 對啊 經驗分享也可以 比如說比較少奶 少奶 比較少奶媽媽 然後其實小孩子很健康的 可以多留言 對啊 給那些壓力很大的看 一些鼓勵 對 給大家一些鼓勵 然後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按喜歡 訂閱加分享喔 好 訂閱起來喔 對 然後鈴鐺要開啟全部 全部喔 然後蔡道哥也可以訂閱一下 對 蔡道哥也可以訂閱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破百萬呢 對 會巴死囉 好 拜拜